花莲县政府办理109年度 花莲县社区福利永续扎根计划成果展 以及基优颁奖及志愿服务偏向宣导的活动 新城乡公所荣获了社区贫鉴的甲等 乡长何理台表示 今年荣获甲等也要鼓励社会科和乡公所群体的同仁 我们的团队将会不断地努力来打造更幸福的新城乡 109年度花莲县社区福利永续扎根计划成果展 及GU颁奖及志愿服务偏向宣导活动 新城乡公所荣获社区贫鉴贾等 新城乡位置于花莲县东北领海地下辖场多为平地 人口约有2万多人 社区深居乡村的特色有新城社区等是一个社区 而新城乡老年扶养比例为13.35% 一围高龄化的乡镇 乡所提认这样的趋势之后 并且辅导社区提出社区福利措施的想法 虽然社区组成成员皆以长者为主 社区推动服务的时候 常有困难攻守秉持着一副服务热忱 新城乡它是一个老人极多的一个乡镇 所以本所的社会课在对于社会的福利 以及社区的一些业务的辅导 对于长照也好 对于我们整个社区的各方面的业务 可以说努力或不予一利的 尤其社会课的同仁非常的辛苦 今年能够荣获我们幸福的评定 社区的评鉴能够获取的殊荣 我想也要谢谢我们现象所有的社区 平时对自己的社区的关爱以及照顾 能够接受我们公所的这个辅导 大家都团结一丝为我们地方来造福 所以这次的殊荣 我想这份殊荣是属于所有前提 各个社区的这个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我想造福社区是公所要做的一些工作 那自己社区的一个推动都有赖于社区发展协会 所有的李坚士以及所有的成员 大家团结一致 所以我们这次能够获得这个殊荣 非常谢谢大家的努力 新年乡长合理台表示 新年乡为高龄化的乡镇 占人口数13个百分点 乡镇健康以及福利最为重要 另外乡公所也积极规划社区发展工作的串益性 并且鼓励青年朋友们参与 提升社区的活力 建立社区人文特色 乡公所也会支持社区办理各项活动以及研习 增进乡亲知识与专长 进而提升新餐厂社区内部基本的运作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